现在我们先去看的是它的一个户型叫Cottage Cottage里面的一号户型 也就是Cottage里面最小的一个户型 它的面积是2540尺 四房三位,两个车位的车库 价格是628,800尺 好,我们推门进去 一进去就是看到一个楼梯上二楼 然后我们往左一步 我们现在到了Living Room客厅 厨房,然后是餐厅 餐厅这个区域我觉得它设计的很不错 没有太占用地方 但是餐桌也是够放 不像有的那个floor plan 它把餐桌就直接放在了 比如说像这个区域 它放了一个小小的餐桌 看上去其实就有点拥挤 而这个区域呢,我觉得 这里放一个餐桌非常自然 厨房也挺大的 底下是一个厨房的储物空间 然后它有一个加州屋 底下有一个小房间 客人的卧室 这个卧室不大 这边是车库 然后是一个小的宅床空间 四房三卫,底下一个卫生间 紧邻着客窝 客窝可以用 然后是客人也可以用 好,现在我们去二楼 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loft 然后loft外面是一个挺大的阳台 这个阳台不仅是loft可以出入 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主卧 也可以出入到这个阳台 我们按照老习惯性去看一下主卧 进来到主卧 主卧面积还可以不算很小 这是主卧的walking closet 这walking closet的面积 也是中规中矩 好,我们现在到主卧的卫生间 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设计 双台盆在一边 淋浴和浴缸在一边 这个设计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这样子比较方正 比较规整 也比较能为大部分人所接受 好,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主卧的阳台 这下门出水可以通到主卧的阳房 这两个面积挺好 好,我们关上 我们进去客卧1吧 那个客卧1是和loft相连 然后loft到客卧1的距离 这边还有一个工作的区域可以设计了 这是客卧1 上面是有两个客卧1的主卧 客卧1有一个自己的不如睡的衣帽间 这个客卧1能够通向它自己的 等于是一个半私密性的卫生间包 可以管它叫Half Jack & Joe 是我自己发明的 因为它不是Jack & Joe 为什么? 因为这门的另外一侧不是另外一个客卧 但是呢 它一侧呢 却是通向一个客卧 所以等于是这个Jack & Joe 这卧行间是 对于这个卧室来讲 是一个半私密性的 嗯,其实挺考虾的 这个设计 我挺喜欢的 这样三楼三个房间 它的重要性和地位 就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出来 主卧第一 然后这个客卧第二 然后呢 那个小客卧第三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小客卧 这小客卧面积会小一点 也没有Walking Closet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衣房 洗衣房 嗯,没有水池 可能空间不够 如果有水池就更好 嗯,没有水池 那就是这个洗衣房